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台中市教育局也向外界募集3000台的平板电脑 将提供给中小学的弱势生 为疫情可能面临到的停班启动线上教学而做准备 大理家长会长协会以及一生狮子会 联手捐赠53台高阶电脑 未来也可以运用在数位学习教室 米评学习差距 在市政顾问陈佑珍的牵线下 台中市教育局获增53台高阶平板电脑 转交设立大理高中代管 在未来大规模停课时 将可整合线上学习课程 来提供弱势学生再加自主学习 在疫情期间我们是提供 如果有大理地区中小学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来向我们学校来借用 那在整个疫情结束之后 这些人是提供给我们大理区中小学 这个学生他们学习需要 那只是由大理高中来登上来管理 我们希望会长的爱心 能够充分的发挥 整个教育更加的进步 也让孩子品德学士 都能够同时来成长 他也感受到大人的这样善心 那以后也是一样来回馈社会 一起让我们的国家更进步更好 新冠肺炎疫情居高不下 台中市教育局超前部署 来建制线上学习资源中心 已经有超过2800笔的学习资源 但欠缺硬体设备 因此教育局也对外募集3000台的平板电脑 而大理家长会长协会 以及一生狮子会就联手捐赠 要成为市府的后盾 台中市教育局长杨振生也亲自颁发感谢状给所有捐赠者 来肯定他们的热心捐献 让台中市的学童学习不中断外 未来也可以成为数位学习教室 密评学习差距 接着离家台中采访不到 2013年 新闻的银百様 均力地设备